比如说这地方,我们来试一下,多一个叫MSG,BOX,就是一个讯息方块,然后会跳出一个讯息,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有感觉,比较有感觉,然后有做事情就要有感觉,这也是最近那个新闻头条,OK,那这边的话就是比如说五千,两千,一千,OK,那按开始计算,计算完之后呢,这个 这一笔资料就写入之后,按个记录,OK,那记录会跳这个的,一个讯息,资料新增成功确定,那你就可以在开启资料库里面,就会多一笔资料,那这样的话呢,除了可以写到MSG儲存起来之外,也可以写到哪里呢,写到SS资料库,OK,这个是资料库的部分,那这部分我想各位最后再把这个范例试试看,那另外就是说, 这边的范例除了这个之外,等一下还有这个电费计算,相关的,我想等一下再来看一下,理论上也是一样,那将来你们在做那个练习的,或者是说你自己工作上,反正留着一定是先界面设计,界面设计就是等于是跟使用者互动的一个画面,那你要怎么去跟他互动,你要去思考,上面要什么格子, 让他可以填,哪些是他填的,哪些是自动产生的,那另外呢,再来写程式,那最后看有没有需要写到资料库,如果资料量比较多的话,还是建议写到资料库里面去,那是像这样的一个范例,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写到资料库里面的部分,OK,画面先还给各位来试试看, 。